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活跃着一些来自中国的野生动物导游 他们不仅带领游客在神奇的动物世界里徜徉 自己也与野生动物结下了不仅之远 成为了野生动物保护理念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你看 画面上的这位女士 她的名字叫做王云 她就是一名野生动物游的专业相当 今年还不到40岁的她 却已经在非洲待了近9年 她还有一个非洲名字叫做Yonis 现在我们这种行走呢 被称为是walking safari 中文可以称为是步行的野生动物游观光 能够从细致入微的角度 了解到当地的原生花草 还有动物的足迹 粪便等等细小的野生动物知识 你看我面前的这片水塘 这里能看到很多野水牛的足迹 这片水塘也是大象经常来洗泥巴玉的地方 因为这里的泥土富含矿物颜值 特别对小象baby的皮肤 对他们健康很好吃 王云原来是新疆乌鲁木齐的一所大学的教师 2006年被公派到肯尼亚的大学 教授五年的汉语 他说当自己在安博塞利国家公园 第一次看到热带草原上的象群的时候 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是油然而生 禁不住热泪盈眶 那时他就感到自己已经离不开肯尼亚 离不开非洲了 最终他辞去了公职留了下来 并供职于肯尼亚中国旅行社 还考取了难度非常大的 非洲野生动物游专业向导资格证书 成为了目前当地获得这一证书的 唯一的一名中国人 普通的Safari 一般大部分游客来都会去国家公园 就开着车举着相机去追逐野生动物 几十辆车去围着狮子或者花豹 那种场景其实作为一个野生动物爱好者 你们心里是很难过很不舒服的 野生动物也受到了很多的干扰 其实在成为向导之前的 王云就是一名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 参与过很多公益活动 谈到自己印象最深的经历 他会从位于内罗碧郊区的狮子庄园说起 那里的私家野生动物保护项目 是狮子野放项目 那段经历是对我触动很大 影响到至今 让我感觉到热爱野生动物是不够的 如果热爱应该更主动去参与一些野生动物救助 今年春节期间 由于工作忙碌 王云没有回中国过年 为了和家人朋友度过一个不一样的节日 王云也准备了对联和灯笼 还教当地的厨师如何制作饺子 我们特别想家 但是工作挺忙的 回不去 特别想在国内的爸爸妈妈 这里我很熟悉 也有很多当地的朋友 所以回到这过年 对我来讲 这里就是我在非洲荒原的家 好 我们把视线再聚焦巴西 我们都知道 针灸是一种传统的中医理疗方法 运用针刺来刺激人体特定的部位 从而达到缓解病症的这样一个目的 是很多患者的福音 在遥远的巴西 有一位中国医生 不仅把针灸带到了那里 而且一干就是30年 他还成为了巴西现任总统 迪尔玛罗塞福的针灸保健医师 他是谁呢 对 就是他 顾航护来自中国上海 这不 刚开门不久呢 他在巴西利亚的中医针灸诊所 就来了不少的患者 您别看这会儿呢 来看病的人挺多 可听顾航护说啊 自己刚到这儿的时候 连个固定的行医地点都没有 因为那个时候巴西还没有针灸诊所的行业执照 全国上下没有一家针灸诊所 尽管条件艰苦 他还是治愈了很多病患 伊莲娜就是这其中之一 他是顾航护最早的病人 二十多年来 一有问题 他就会来找顾医生来问诊 就这样 针灸在巴西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道 当地媒体甚至用超能力针来形容中医针灸 巴西国会也很快通过了针灸医生 可以开设诊所的这样的法律 顾航护这才开了自己的第一家诊所 这么多年来 尽管名气是越来越大 来就诊的病人也是越来越多 但他从来没有扩大诊所规模的打算 所以我的电话 我的电话号码 我这个诊所 为什么不变 就方便我的顾客 方便我的病人 昨天你要游一下 他妈就来了 他不需要到很多的地方去找 30年的针灸行医 顾航护的储存库 如今已经收藏了2万多份病人的档案 其中的不乏政商界的领导人物 但更多的还是巴西的普通老百姓 顾航护说了 针灸疗法在巴西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 但自己更希望未来针灸疗法 可以列入巴西的医保体系 如此一来 中医就可以为更多的巴西患者治病了 视线再转向美国 如果您看过电影《夜问》和《一代宗师》 那您一定知道永春拳 永春拳是我国独特的武术门派之一 就连功夫巨星李小龙创立的这个节拳道 都与永春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如今永春拳也是越来越受到外国朋友的喜爱 在美国加州的洛杉矶就有一位资深的永春拳师傅 过去十年间 败在他门下 学拳的弟子已经超过了一千人 您看画面当中 这位正在教拳的师傅 名字叫做林祥福 今年四十岁 主见附近 在印尼出生 他在加州的这所永春拳学校 虽然成立了还不到四年 目前就已经招收了一百五十名学生 而这只是他在美国创办的十二所永春拳学校中的一所 下课的时候 向师傅行礼也是必不可少的仪式 在洛杉矶永春学校的墙上 还挂着一件学生去中国旅行时 为林祥福带回的礼物 您可能不知道 这位林师傅不仅永春拳打得好 而且学历也很高 他本科所学的专业是商务信息管理 所以对于市场 他也有着更为敏锐的眼光 2004年 林祥福来美国之前就调查发现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武术门类 在美国所有产业当中 只占有大约百分之三的市场氛围 单就永春拳而言 发展的空间那就更加的虚大 林师傅说 他的梦想是有朝一日 永春拳可以成为像滑雪 冲浪舞蹈那样 成为一种美国人家喻户晓的活动项目 好 视线再转向伊拉克 虽然伊拉克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 但这个国家却没有真正的和平 自杀式爆炸袭击 极端武装组织的阴影 一直如影随形 但是有这么一位浙江商人 凭借着自己独特的眼光 在动荡的伊拉克站稳了脚跟 来看 左边的这位先生 他的名字叫做黄于庆 今年45岁浙江人 如今他不仅在伊拉克创办了公司 负责办理签证和举办展会 还把中国商人从迪拜带进了伊拉克 黄于庆的人生阅历堪称丰富 他当过兵 下过海 还从事过建筑工程 后来又去了迪拜 闯荡了几年之后 在迪拜拥有了三家店面 生意还算是顺风顺水 去年五月份他到伊拉克考察 不禁感叹 伊拉克这片土地是一个能赚钱的好地方 于是他逐渐把生意的重心 就从迪拜转到了伊拉克 凭着以前搞建筑的眼光 他说一看这里的房子 不是旧到应该拆了 就是正在兴建着 将来肯定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 国不其然 现在伊拉克很多城市都在对房屋进行改造翻修 而黄于庆的公司也承担了一部分的建筑工作 最让他得意的是 他独居慧眼发现了一个大金矿 巴什拉有一个公园游乐场 生意很不错 他听说之后就在那里硬生生的蹲守了一整天 干嘛呢 观察计算人流量 估算结果让他是大吃一惊 每天光门票收入就至少可以达到几万元人民币 这个生意让他觉得很有潜力 于是立马和巴什拉政府部门签订协议 圈了一块地 又向国内的一些企业订购了整套儿童游乐场设施 开始筹备建设游乐场的事 如今黄于庆最希望的就是有更多的浙商到来 他认为伊拉克现在除了石油之外 没有一丁点工业 急需的日用小百货和建材等这些商品 正好可以和浙江的产业对接 市场潜力非常巨大 再来关注中国香港 近日由香港文化中心举办的名为 亚裔喜相逢的春节彩灯展 在尖沙嘴与香港顺便见面了 展览用可爱的卡通绵羊造型彩灯 展示了亚洲各国传统的结婚习俗 一对对可爱的杨新郎和杨新娘 穿上了各国传统的结婚礼服 有的站在越南圣母大教堂前 有的站在印尼巴厘岛的钻石教堂前 为香港市民和游客拜年 目光在转向家棚 农历扬年的年味还没有散去 很多朋友还沉浸在节日的气氛当中 而远在家棚不能够回家的中国同胞 在前不久也举行了自己的春节联合晚会 当地的华江华人中资机构员工的 一千三百多人欢聚一堂 欣赏了魔术杂技等精彩表演 当地同胞和喜爱中国文化的家风朋友 还自编自演了 挪鼓狮子闹春宵等节目 你们的现场掌声不动 好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马来西亚 您在春节期间应该也抢了不少红包吧 那个装压岁前的红信封 您是怎么处理的呢 马来西亚有一位华裔就非常迷恋收集红包风 你看就是画面上的这位 他的名字叫做蔡七双 今年39岁 他在22年的时间里收集了一万多个红包风 里面不仅有齐全的十二生肖动物图案 还有以各式书法为主题的珍藏 都被他整整齐齐的放在这个相册里面 说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爱好 蔡七双说 这还要从自己17岁那年说起 那年春节呢 他收了很多红包 偶然发现这个红包风的设计都很漂亮 于是呢 从此把每一年春节收到的这个红包风啊 都收藏起来 许多亲朋好友呢 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爱好呢 也把自己的红包风留下来送给他 不过呢 在蔡七双的收藏当中 可不仅仅只有红包风 还有许多当地马来人实行的青包风 和印度族裔的紫包风 这些啊 都是不同族裔在庆祝自己的节日的时候 护送亲友红包时所装的这个信封 极具民族特色 哎 是不是很别致呢 视线在转向英国 前不久呢 英国发生了多起中国留学生把黄水仙当作蒜台 误实而引发中毒的事件 那么黄水仙和蒜台如何来区别呢 我们来看一组图片 你看图片上的这两样东西的确很像 我来给您介绍一下 图片左边的是咱们中国可以使用的蒜台 而右边长得非常像的才是英国的黄水仙 针对这种情况的前不久英国公共卫生监督机构对于英国的各大超市发出的通知 禁止把黄水仙摆在蔬菜附近 避免造成买错的情况 不少英国留学生就表示 你看转眼又到每年的二三月份了 是英国黄水仙上市的时间 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广大华侨华人以及留学生们 在超市购买蒜台或者是黄水仙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标志 避免买错或者是误实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实现再转向新加坡 近日新加坡发生了多起复新旅游的中国少年儿童 在下榻的酒店游泳池游泳或者是玩水的时候 不慎溺水身亡的时间 为此中国驻新加坡使馆也提醒复新中国公民 务必注意游泳安全 下水前要仔细的阅读池边或者是岸边的安全须知 检查现场安全设施情况 包括是否有救生员等等 对少年儿童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并加强看护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尼日利亚 近期尼日利亚的拉格斯机场通关的时候 发生了多起中国公民在为依法申报所携带物品而遭处罚的事件 为此中国驻拉格斯总领馆也是提醒 在尼日利亚的中国公民自觉遵守尼日利亚海关的有关规定 尤其是出境的时候不要携带宾威野生动物 比如说大象 鳄鱼 蜥蜴及其制品 古董 生皮革 原木以及未经加工的胶乳 胶块等等 如果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一定要冷静处置 并及时致电总领馆来寻求协助 好 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就是这些 接下来我们走进华人故事 前些天一部名为欧洲奇迹的纪录片走红网络 影片讲述了80后湖北小伙徐将军一个人 一辆单车 一个飞盘 一面五行红旗 用100天的时间骑行欧洲十四国 行程5000多公里 那么接下来就一起走进徐将军的奇幻之旅 这是徐将军在世界各地争飞盘的画面 徐将军拍摄这些视频并不是在作秀 而是要进行一场正式的极限飞盘比赛 极限飞盘运动在中国国内不被人熟知 极限飞盘1968年发源于美国 是一项严格要求无身体碰撞的对抗型竞技运动 2001年列入世界运动会项目 是一项融合了橄榄球 足球和篮球等运动特点的团队型运动 极限飞盘比赛时 每个队在场上都有7名队员 一个队防守 另一个队进攻 比赛开始后 进攻方通过各种战术方式的跑步传递飞盘 让队友们在攻入的分区接盘夺分 最后计算积分 分出胜负 飞盘本身就是我最喜欢的运动 所以我在参加这个运动 不管是比赛还是训练 或者是还是在飞盘圈子 做一些交流活动的时候 这对我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从上大学跟随外教学习飞盘运动开始 徐将军已经有了7年的极限飞盘比赛经验 并在2012年和2014年分别获得过 白俄罗斯布列斯特沙滩飞盘赛冠军 和拉脱维亚全国极限飞盘赛冠军 这次欧洲之旅 徐将军一路拜访了11家欧洲极限飞盘俱乐部 参加了21场飞盘比赛 而徐将军参加这些飞盘比赛所使用的交通工具 并不是坐飞机或者乘火车 那么他究竟选用了一个什么交通方式呢 一辆单车一个飞盘一面五星红旗 穿越欧洲14个国家 行程5000多公里 徐将军用了100天的时间 骑着单车完成了一段不可思议的旅程 这一路上徐将军遇到了不少困难 有时甚至是生命危险 刚出发时 他在快速路上险些被擦身而过的大货车 卷入车底 进入波罗的海地区后 他基本上每天都冒雨齐行 今天一天 在雨里面起了八个小时 最后两个小时全是上坡 现在 累想死了 现在是下雨下得很大 然后雾也很大 所以没法前行 我现在一个石头下面躲雨 实在是那也骑不动了 由于缺少单车尝试骑经验 徐将军甚至没有购置专门的骑行衣和骑行驼包 也没有携带专用的导航仪 在法国骑行时 他还迷路 我上山之后发现那个路是越走越窄 然后地上的石头是越来越多 经常还要穿过小溪什么的 后来 但是已经上山了 我也不想走回头路 所以只能继续向前 然后后来看到一个上坡 大概是那种60度70度这种上坡 然后地上全是那种这么大的那种石头 这个时候我还是选择向前 但是选择向前的 只能把车跟行李往上扛了 这引走了大概几百米 趁这种路了 然后前方 看不到尽头这种路 现在是上也不能上 下也不能下 你就说该怎么办了 天好像又下 天又下起雨来了 现在是迷路 没办法 事已至此 只能继续前行 单车旅行的好处是自由 坏处就是遇到危险 无法求助 徐将军到傍晚才走出这段路 回到了公路上 为了省钱 徐将军从来不进餐馆 偶尔吃超市的熟食和饼干 平均每天花费40元人民币 基本都是自己煮面吃 我在瑞典的时候 我记得我吃了很多意大利面 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我自己煮面吃 因为瑞典是一个非常高消费的国家 我居然是连着煮了七次意大利面 第七次我记得我吃那意大利面的时候 觉得这是可能世界上最难吃的食物了 我也觉得我可能把这一辈子的意大利面也吃完了 徐将军在桥洞森林花园田野露营的时候 被动物攻击成了平常事 小到麻木虫 大到野路 甚至是毒蛇 单车长途骑行又苦又累 一路上还经常遇到危险 徐将军为什么要坚持这趟骑行之旅呢 故事还要从他喜欢的飞盘运动说起 我们飞盘圈有句话叫做 就是说飞盘在手就是好人 你我也许不认识 但是我们都是玩飞盘的人 我们五分钟就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 徐将军今年二十八岁 在中国地质大学读书的时候 跟随外教学会了飞盘 还为学校飞盘队拿过全国飞盘冠军 后来到白俄罗斯留学学习俄语 毕业后在当地做了一名中文教师 在上大学以前 徐将军不善交际 是同学眼中的书呆子 在白俄罗斯 他认识了很多有冒险精神的好朋友 和大家一起操开湖里的冰下水东涌 自己做雪屋露营 开始喜欢旅行和冒险 其实旅行世界这种想法一直一直有 但是从来不敢迈过这一步 那正好就是说 2013年的年底 我正好是遇到一个 在白俄罗斯街头遇到一个农亚人 他的名字叫塞尼米尔 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农亚人 骑摩托车 环游世界的 他有一本吉尼斯世界纪录 当时遇到他我就很震撼 如果一个六七十岁的老爷爷 农亚人老爷爷能够完成这么一个壮举 那我觉得我一个年轻人 而且还能讲点文外语 我也一定能够完成那个环游世界这么一件事情 在中国读书的时候 徐将军做过几次短途骑行 像骑行欧洲十四国之旅这样的长途骑行 他还没有尝试过 如果选择这次冒险之旅 他将会失去自己稳定的工作 徐将军军决定要真正地放下所有这一切 去做一件看起来伟大的 让自己害怕的事情 2014年6月 他正式从白俄罗斯出发 在环游欧洲一百多天的时间里 每到一个地方 他会用随身携带的照相机 记录下在当地的所见所望 那这是在法国的时候呢 因为地质球在法国中导连人中 是非常流行的 那他们也邀请我和他们一起玩地质球 那这所有的法国老人都不会讲一句英语 那我也不会讲法语 但是有时候就是说 交流是不需要语言的 有时候就是肢体语言或者是微笑 已经就足够了 这一路上 徐将军除了见到了不同国家的生活方式 还见到了许多让自己惊叹的美景 当我到那个瑞士 到了瑞士雪山区的时候 就是大自然那种鬼斧神功 那种绵延不淡的雪山 然后自己站在那个雪山面前感觉 就是感觉非常渺小 看到自然这种伟大 浩瀚无穷 然后那个时候也感觉 置身在这种地方 也会觉得很奇妙 感觉像童话女人一样 2014年10月 徐将军结束了自己的欧洲之旅 现在在他的电脑里 还保留着这一路上美好的回忆 这两个是那个叙利亚的那个难民 他们现在在那个瑞典的一个城市 叫Christian Stead 他们给我做了他们阿拉伯式的晚餐 然后带我去参观他们的城市 这位哥们儿 他的名字叫Hernin 他是丹麦人 我去他们家敲门的时候 他告诉我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有精神病 所以不上班 我说好吧 很高兴认识你 然后后来晚上 往安之前 他告诉我 晚安 睡着好好的 不要担心 我不会打到同理的 很有意思 正是由于这些素不相识的好心人 多次给徐将军免费提供住宿 他才能最终完成了这次欧洲之旅 徐将军有一个随身携带的笔记本 笔记本上写满了留言 他们都是旅途中帮助过自己的人 这个是立陶宛的 当然很多人用英语 但也有用其他不认识的语言写的 比方这个是用爱沙尔尼亚语写的 这个是用瑞典语写的 你可以看这是Stockholm 斯特格尔摩 然后这是瑞典 然后这个是阿拉伯语写的 这是瑞典中国 这是一个十岁的小孩写的 我给一只笔 然后给一个本子给他 然后他在我本子上随便写什么 然后他就去我的车上把歌曲给拿下来 然后就对着这个对着我的国旗 然后画了这么一个国旗 然后把他们瑞典的国旗画上去了 我觉得这个创意还蛮好的 十岁的小孩 这是马尔尼 这是他弟弟六岁 就是画了一个 我觉得这应该是非盘 那其实这里有一段视频 就是我跟他们唱中国歌 他们非常喜欢 结束了欧洲之旅后 徐将军来到了上海 为自己的下一个骑行计划做准备 我现在是借住在我上海的朋友家 因为我明年四月份会从上海出发 那个做中国的骑行 那这个是我以后的那个专业的骑行车 就是旅行车 然后这是房宇的这个托包 几件换洗第一路 一个飞盘和一个笔记本电脑 这就是徐将军的全部行李 这次环游欧洲之旅 徐将军不但见识了世界的精彩 也感受到了很多人性的美好 带着这些精神财富 他又要开始新的旅程 徐将军还将自己的经历的写成了日记 与其友们分享异国其行的经验 对于徐将军来说 他探索世界的征程才刚刚开始 好 今天的华人事件就就是这些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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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